6月27日 一段女子遭男子驾车反复碾压的视频在网上引发了极高的关注 记者何时了解到 事发地点位于山东东营 该女子已经不幸身亡 随后 东营市公安局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深夜发布通报 经查 犯罪嫌疑人王某行 男37岁 因家庭纠纷 驾车将其妻子张某 女38岁冲撞碾压致死 目前 犯罪嫌疑人王某行 已经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6月28日 宁波江北公安也发布了一起警警通报 犯罪嫌疑人汪某 女38岁 驾车冲撞黄某 男44岁后 汽车逃逸 黄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目前 犯罪嫌疑人汪某已经被抓获 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这两起恶性事件的共同点是 司机都进行了反复的撞击碾压 据围观群众反映 故意的意图非常明显 上述视频在多个社交平台传播 引发了极高关注 网友纷纷愤怒斥责司机的残忍行为 有律师认为 第一期时间的视频显示 涉事男子明显知道女子被反复碾压有生命危险 他下车查看之后 依然开车反复碾压女子 其主观具有杀人的故意 客观具有杀人的行为 第二期事件中的视频中 虽然只有撞击后众人救援的画面 但是根据现场的群众描述 该女子也可能涉嫌故意杀人罪计随 刑法规定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 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根据警方的通报 男司机碾压妻子因家庭纠纷引起 死者家属说 死者生前曾经多次遭遇家庭暴力 另一起事件目前还不知道因何而起 我想说的是 无论是激情杀人 还是有预谋的故意伤害致死 都是同归于尽的结局 死者固然已已 杀人者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冲动的背后 冰冻三尺之前 绝不是一个突然冲动能解制的 不计后果的性格究竟如何形成 如此不拿别人和自己生命当回事的人 是不是人生中缺乏了一大段对生命的敬畏教育 来评论区留言讨论 欢迎关注说天下 我是王浩